大家好 那么许章润之前是被 清华大学开除了 那么现在最新的消息是许章润已经获得了哈佛大学 费正清 费正清中心的聘输 那许章润76号被控调娼 并遭警方行政拘留后 被清华大学以道德败坏为由 隔除教职开除公职 那校方指控 他自2018年7月多起 多次发表文章严重违反新时代 高校教师职业行为 实相准则有关规定 许章润获释以后 已于7月底委托两名律师 平反 8月19号清华大学给许章润发出了 失业人员告知书 根据告知书许章润被要求在8月27号 到户籍地社保所参加职业指导 职业指导培训并办理 失业相关手续 许章润也守着写了那个打油诗啊 就是 清华无耻下通知 吓得老夫撒尿池 土匪如今在学府 无奈献上打油诗 那许章润收到这个失业人员登记表的同时啊 也收到来自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聘书 那现在这个聘书啊也曝光了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8月13号发通知 给许章润 邀请他前往担任研究学者一年 记住 一年啊 时间自今年7月1号起到明年6月31号 那现在香港的媒体也证实了啊 许章润 自己也出来证实了 就是费正清的中心一周前已经发了聘书 所以啊人家才有撒尿池这么一个打油诗 老身在在呀人家有工作了 并不是失业状态 人家不着急撒尿池嘛 所以啊有了这个聘书以后 心情就放松多了 可以继续撒尿了 他19号啊已经回信给哈佛大学了 表示啊 由衷的 喜欢啊 很喜欢前往 赞扬费正清中心的是世界汉学的中心 这是 这是中国汉学的中心又跑到美国去了 我觉得这个 像像北京那些基本是该走走吧 汉学中心不在中国 在美国 去美国吧 到美国当你的少数民族研究汉学 哈哈哈哈哈哈 中国的文化人呢你可以看啊都是些什么货色 到美国研究汉学 给美国人当少数民族 研究研究是不是研究研究 你自己研究完了你下一代还得研究呢 是不是你下一代让美国人研究啊 人美国就研究你下一代了吗 你说你这一代研究汉学 下一代美国人研究你你的下一代 慢慢来吧 反正就是 呀有时候看美国那帮华人 这帮阿曼看 看着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挺可怜的 这自己本身是美国少数民族里的少数民族 被人的研究来研究去 对中国呢又是一种另一个态度 现在这个国内像清华北大这些啊也都是啊 自己说嘛汉学中心在什么在海外 在美国 是啊 当然在美国了 你们都是中心 你们以自我为中心你觉得你就是汉学的中心了 那你就去吧 汉学中心以前啊 很多中心 俄罗斯还说人家那有汉学中心的 人家那也是中心 瑞典也说自己是汉学中心 争来争去吧 反正你到哪哪就是中心 你们觉得自己是number one 是不是 像是许章润不是 撒尿都不着急了 哎呀有时候看中国这些文人呢 你可以看看这一个个嘴脸啊 一个个嘴脸 就根本没有古代文人的那种那个骨气 这洋人给下个通知 马上屁颠屁颠的 那一下子又又高兴了 就中国的文人什么时候这样 能能像这个 我说这个 索尔仁尼琴 我说俄罗斯啊 有索尔仁尼琴 同样是被苏共打压 到了美国也没有像什么这个 像你看像这个许章润这样 屁颠屁颠那个高兴 我估计到了美国呀 这许章润马上开始反共 反共 然后就反华 中国人什么时候死绝了 他们才高兴 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中国这个文人呢 一个奴才像 并没有什么高尚的清偷 就他妈谁给我钱 谁让我随便说 谁他妈把我当中心 我他妈就听谁 这他妈不是啥吗 这这简直就是 有乃便是娘啊 这哪是文人 真的我 我对海外那些 中国人 海外那些什么什么 哎呀 学者啊 我鄙视 鄙视 索尔仁尼琴也是俄罗斯啊 是不是 人家也是俄罗斯人 也是被苏共打压 你说在苏联让人监视着也是 干啥都不行 美国人说来来我们美国 让我啥都给你 给你教授给你钱给你房子 给你女人啥都给 但是索尔仁尼琴 他一直说我是俄罗斯人 他在美国也批评美国 他也没有像一个奴才一样到那就给人舔呢 你看看现在跑出跑跑到美国那些中国原来那帮人 在中国舔中国 舔中国这些老大舔的不高兴了换一波了一下子不行了呀 我就开始骂 骂完了跑到国外 跑到国外呢舔外国老大 开始挖自己祖坟 就有时候吧 你会发现中国这些文人呢 真的 你要说他们有什么骨气 没有没有骨气 说白了都是意气用事 喜欢把自己的私仇 私愿 共产党这个私愿 上升上去 以国家为敌 不以整个中华民族利益为福祉 哎呀 所以这就是中国汉奸多呀 真的 你从这个文人上你可以看出这些文人 给了个通知啊 立马就去了 然后马上还没工作呢 还没上班呢 就夸了 啊 纽约是吧 费正清的中心 那就是汉 世界汉语研究的中心呢 你他妈还没呢 还没到美利坚呢 就开始什么舔上了 啊 这许章润真的 我他妈现在对清华北大这帮人 我真他妈是 真的是让我开了眼界了 你再加什么党校那个 人家他妈是到了美国 准备在美国安家了 人家舔一舔 你他妈这还没出国呢 就开始舔了 啊 美国的费正清那是 那是世界汉语研究的中心了 汉学中心了 你要不要脸呢 那怎么那北大清华 再给你点钱 你他妈又说 啊 我又变了 改回中国式中心了 三姓家奴吗 这不是啊 这他妈哪有什么文人的脸面呢 这古代中国文人 至少还知道有点脸面 羞羞答答的 是吧 收点钱 羞羞答答的 这他妈看来是连他妈脸面都不要了 这他妈还没到美国 就开始什么 舔上美国主子了 这让我们怎么看 你们这帮文人呢 清华北大交出的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 我告诉你啊 这他妈的 叫什么 许章润到了美国 我告诉你啊 第一个就反华 反共加反华 美国人让他干啥就干啥 我告诉你啊 他他妈要懂化学 他都可以研究出毒气 专门针对中国人的毒气 他他妈都得替美国人研究出来 弄死你所有中国人 所以啊 所有的中国人啊 你还爱中国的 你得明白 不是所有的文化人到了美国 你都是把人当成文化人 啊 给人家面子 觉得人家了不起 不是那样的 文化人里边也有糟粕 也有像这是三性家奴的 朴丸昌死活不承认 你脱没脱裤子啊 你说我他妈这辈子到那都没脱过裤子 谁能把你怎么样 你还是脱裤子了 许章润你是脱裤子了 你当你当你还能狡辩吗 你他妈就是脱了裤子了 才让人抓着呢 你别脱裤子啊 弄得他妈自己好像受什么什么气势 你也不是什么好鸟许章润 别把自己他妈的当成什么 哎呀 了不地了 是会动疗 你动你妈的个逼啊 你动啊 操你妈的 你帮什么畜生 还没出国呢 就开始舔洋人了 这个舔他妈美国大人了 舔他妈那个什么费正清了 他是个羁绊的费正清啊 那费正清是个羁绊的研究院呢 啊 研究他妈逼啥了 研究啊 研究他妈逼啥了 中国人进GDP上去了吗 他研究 啊 中国人解决温饱了 研究 研究他妈逼啥了 研究 操你妈 中国人事中国人自己办 用他妈你研究啊 在美国可以嫖娼了 非常清楚 但是记住 美国也他妈的是法律规定 有的地方可以嫖娼 有的地方不让你嫖娼 最好到美国自己问清楚了 别他妈到美国再嫖娼 让人抓着 那他妈笑话大了 太他妈恶心了 太他妈恶心了 哎呀 现在很多人认为许章润不让他出国 我觉得共产党应该让他出国 直接给他撵到国外去 让所有的华人也看看 这个这个跑到国外的这帮人 是怎么一个嘴脸 舔杨大人 谁给钱就舔谁 一点自己的 一点自己的主见都没有 一点自己的理想都没有 一点自己啊 中国观念都没有 哪个杨大人给钱 是不是 谁他妈就是中心 谁就是汉语中心 谁就是汉学中心 什么他妈玩 他妈咬辱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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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妈咬辱斯文